之前出席时尚品牌旗舰链活动 地点正好跟Ella未婚夫 莱姿祥公司在同一地点 活动开始前 莱姿祥还走过来张望一下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耶 第十八 六金石 你看他多爱不穿 他像实际在那边 Ella难得性感一下 这套镂空洋装若敌若现 里面是穿了一件 肤色的胎衣 要把它穿回家当原器的用户 如果他们有要送的话 我就送回家 而且里面不穿 我觉得我现在尺度好大 但今天这套衣服 就是让我觉得 会有对这种人妻的遐想 真的假的吗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 也可以穿这一套 你是类似这种 对 那冰克就想把你扒光 小美跟我很像兄弟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两个很爱 就是欺负彼此 他打去 我会弄他的膝盖 让他差点跪下来摔倒 对对 然后他就会掐我的腿 然后就 昨天就是在 做宣传都掐我的腿 掐到有点黑青 那我有跟我就是 未婚屋搞着 这个赖先生都要误会 因为我怀疑是你们两个 你都会乱说 你不要乱说 我还会乱说 所以你常常帮你老公买东西吗 衣袋啊 衣服啊 内裤还是什么 内裤我跟妈买的 她自己会买的 可是我们东西会共穿 共穿 因为我的袜子 因为我脚比较大 然后她脚没有很大 所以我们的袜子可以去穿 我们要对不对 太恩爱了 我们真的很恩爱没办法 你没有看过那么后一遍 既然这么恩爱 5月5号婚期一到 是不是就准备做人 做人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有计划性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讨论过 就是希望是两年后的苦 可是这种事有说说 你两年后要生日 对啊 那不是你不如现在开始 你出便两后的 你很关心我啊 对啊 你看我这么恩爱 像你自己的 对啊 你像女朋友吗 来 跟我讲 那我们上次 我 上 他说你是谁 苹果娱乐新闻 男生尺度比较不开 报道 韩国团匿图片的泽眼 又拖辣继承远离困汉 泽眼也为男性杂志拍封面 秀出发达的六块鸡和二头鸡 他平常就有在做重力训练 什么运动项目都难不倒他 举重对他来说是小菜一叠运动起来的很近一点都不输专业 他哪天不想当艺人可以考虑转行去当体操选手呢 哎呦喂呀我说君浩你也太虚了吧 是说像泽眼一样壮的男人在韩国被称为是野兽 在韩国被称为是野兽男的韩语 回来新闻 男机哥是朋友 报导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